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胡子盖的频道 我是老胡子盖 哈喽 我是小胡子盖 我是小胡子盖 有他在我就不叫胡子盖了 我叫老胡子盖 好 然后今天是国庆的长假 趁着这个假期我们是到了浙江千岛湖的安禄酒店 这个酒店就在千岛湖的边上风景是非常的秀美 我们今天到了 由于路上先是经过了高铁一个多小时 然后又乘坐了公共交通工具 乘坐了大巴 然后再转一个小车 然后再步行了很远的距离才到这个酒店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都有点累了 对不对 对 但是到这里风景这么美 然后光线又这么漂亮 我们就想着要不要就拍一点照片 好吧 我们就看一看怎么样用手机在酒店里边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 来到这个酒店最值得一看就是后面千岛湖 湖景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先在开放式半开放式的阳台上来拍一点照片 刚好我们是带了一个吹泡泡的一个机器 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泡泡机来玩一玩吧 好不好 然后你要么站在这个小沙发上 那为了两个人收音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俩都别了一个这个风笛的麦克风 看小胡子盖身上也有一个 来我帮你拿那个 也有一个小的麦克风 这样的话两个麦克风的声音就都能收到机器里边比较方便一点 好 看看啊 举高一点 挥一下 它自己脸框在那个三角里边 我们用这个比较干净的天空当一个背景 这样没有这么杂乱 好 刚才我们拍了一些小胡子盖玩泡泡的照片 但是由于阳台的阴影实在太重了 内外光比很大 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玻璃刚好有一个反光 我们就让它要么到室内去 然后在外面通过反光拍一张照片 有点那种二次曝光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照片可不可以玩得出来 对 你站在里面 趴在玻璃上 好了 就跟我说一声 拍这样的照片 主要要注意就是第一个曝光不能太过了 因为太过了的话 外面的景物就会把人物的阴影给抢掉 另外就是要注意反光的时候 外面的物体要尽量让一些深色的物体在人物的脸上 这样才能够把人物的表情给凸显出来 但是脸不要贴得上 贴到上面就难看了 好 接下来我们到浴室看一下 浴室有一个特别大的观景的窗户 但是外边太阳很大 所以光比非常的大 如果要想把人物拍清楚的话 用手机后面肯定都过曝了 你看相机现在也是人物是黑的 后面才能看清楚景色 所以常规的拍法我们是让人物在窗口拍摄这样一张剪影 脸再过来一点 这样看到你的脸轮廓一点 再过来一点 好 下来吧 浴室里边这里有一个百叶窗 一般这种窗帘都是非常好的制造光影效果的设备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把窗户打开 我们看墙上有了一些光影的变化 对不对 随着帘子下来 光线就非常有意思 我们调整一个和死的角度 摄影它是一个用光的艺术 所以我们在没有光线的时候 或者是说光比太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制造一些这样的光线 这个好 好了 刚才已经拍了用光的艺术 进来以后我们就看见屋子里边有一道光线很漂亮 所以最后我们拍一张照片 因为小胡子盖他也很累了 我们让他爬到床上 然后拍一下很强烈的光线对比的照片 笑一笑吧 手这样搭在眼睛上 对 好 就这个 特别好 对 我们让窗户脚上的一点点眩光进来 你看刚才这个照片很好看 准备 好了 现在后面的光线越来越弱了 然后太阳在一点一点的下山 我们的拍摄就到这里 今天的拍摄我们其实用到了三样工具 第一样就是一个手机 虽然我是用了iPhone 11在拍摄 但是第一 我没有开启它的超光鸟的功能 第二个 我没有开启它的人像模式 也就是说今天的拍摄适用于所有的手机 第二点 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就是光线 光线在手机摄影里边也好 在其他的所有摄影里边也好 都是最重要的 并且我们用的是自然光 它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所以下次大家在拍摄的时候 记得要找一找光线 第三个工具就是构图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利用了一些简单的构图规则 比如说是对称构图 比如说是留白这样的构图 比如说是重心的平衡这样的构图 然后所以拍出来的照片 虽然我们在酒店里边没有出酒店一步 全部是在房间里边 但是拍出来的照片应该来说 还是非常好看的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些照片 也从里边学到一点的经验和小的技巧 这一次来千脑壶我也是带足了 我带了5个手机稳定器 所以接下来因为我承诺大家要做一期 关于手机稳定器的横屏 接下来我也会拍摄大量的素材 然后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买一个手机稳定器的话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牌 或者是什么样的品牌 什么样的型号 什么样的功能更适合你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国庆节记得开心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